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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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在幻想未来的结局 珍惜着每次临距离 害怕失去若即若离 我们不是故事里的主角 真是爱过的人 把这个也延续 这不还有您呢吗 不敢不报答也就算了 你和珍玉如此歹多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我怎么就搞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老是护着那个妖精啊 她是太师的人啊 你在说什么 我不许你叫她妖精 你现在自己在做什么 你先给清楚吗 我清楚啊 我明白我都理解啊 你理解个什么玩意儿啊 她说她家乡中国 我管她是谁 我只知道她爱我 我也爱她 好 就这样了 咱给你缘分 这 这到此为止 有她爱你就好 我呢 等一下 不准走 跟你说 不准走 你又搞哪出啊 我知道 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主仆 但是在我心里 我早就把你当兄弟了 可是你现在自己是谁 你自己都忘记了 说好那红图大爷 佳山设计呢 那些我都不要 我只要玉儿 只有我能让她快乐 你能理解吗 我不理解 谁 我现在只知道 我特别蠢 我特别傻 我不配跟你谈这些 不瞒你自己心里的想什么 你别走 你别走 别走 放个手 我到底 该怎么办才好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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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玉儿幸会 是在下幸会 是在下幸会 只是上次赢酒做事之后啊 一直未敢前往 只赢得下财书学起 一直未能想起下半句啊 那就是我们家乡打游诗 不谈不谈 快坐 快坐 不知最近花满楼可好啊 多谢庄元郎 问到点儿上了 玉儿今日前来 便是有一事相求 但是我无妨 近日花满楼确实不太好 负债累累 新花楼还追着不放 你不知道 我们花姐脸都恶瘦了 不过呢 我已经和花姐和牛姐 达成协议 要举行一场 掰头大会 掰头 就是才艺大比拼 不愧是玉儿姑娘 果然崇慧 那不知 玉儿是否有幸请状元郎 带人评委啊 好说 能为玉儿姑娘做事 荣幸 荣幸之志啊 那我就 先谢过状元郎了 免礼免礼免礼 不用客气 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玉儿姑娘 玉儿姑娘 等一下 玉儿姑娘 不知玉儿姑娘可否成脸 陪在下 再次小酌一杯啊 今日诸事繁忙 还得筹备一番呢 改日请状元郎 再饮酒作堆 改日 改日 走了 太师 玉儿昨晚过夜了本草堂 过夜本草堂 也难怪 她的医术那么高明 玉儿还拉莫黎去参加花满楼和杏花楼的 比赛 比赛 你说什么头 就类似于什么比赛 这个玉儿小花样倒是多得很哪 马堂 我们下个礼物 看不见 要是你 要他 然而 没有